进来吧 和自己的老板同居是种神体 这不错 别动 我插花呢 那是景德镇的绝版情话 最下层的你随便合 盒子里都不要动 这什么酒啊 不让碰 我来看一下多少钱 放心 放心 打死我 石七 周末你表姐订婚宴 别忘了啊 啊好 我知道了嘛 大家吃啊 是是 哎石七啊 你表姐都快结婚了 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你可别说了 本来过完春节 石七就要结婚了 请帖都发出去了 可是结婚前一天 新郎和伴娘搞上了 哎 当场就捉见了 别提那个渣男了 本来我就觉得 配不上石七 石七啊 敢没有更好的 我给你介绍 不用 我现在进了一家 世界五百强的公司 工资翻了一倍 现在我只想一行搞事业 不着急结婚 这石七可真有本事 都是二表姐呀 教育的好 哪有哪有 哥 接着喝 江石七 你为什么喝这么多酒 五百强公司公司工作 有什么用 不开始招样让人甩呀 那个新郎和伴娘 第二天婚礼招样举行 现龙胎都生了 什么不着急结呀 就是母女俩呀 死要面次 我听说 石七到处相亲 没人要 要是我有这样的女儿呀 不羞的 都没脸出门 为什么我没结成婚 他们要羞辱我妈呢 我妈离婚后 一个人 起早餐黑 卖早餐把我养胆 我真的特别想成为我妈的骄傲 可是为什么 不管我怎么努力 我好像永远都在让她丢脸 干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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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明是你先劈了腿 就说我配不上你 我哪里配不上 我配你臭臭有余 臭男人 给我去死了 江石七 那十五万 可是他是渣男呀 走吧 这些都是我弄的 这个青花瓷绝对是个厌品 不是真的 是不是 这屋子里你能看到的东西 都是真的 老板 可以打个折吗 你不会 忘了昨天晚上做过什么 小心 我是不是真的不配得到爱 你配得上最后的爱 你的唯一 像火焰 遇见量寻 最值得的争取 你的爱 学无奔赴的意义 你 我 我